他在藝術結構上面必須要把多萊姆設定成是損友整個做給他好看 對對對 不然就變成教小朋友念書的教科書 沒錯 原因是因為你剛剛舉了兩個例子 去說明 如果對於一個課業不好的人 他要當他的義友 他就是要教他學年好 遇到一個被霸凌的人 如果他是義友 他要做的方式就是幫他打電話 叫警察跟教職 對對對 這就是你沒認知他的做法 這是你剛剛認知的意義 如果是激進的話 他應該主動幫他收拾掉胖子這類的 這也是義友的表現 我說如果正派的話叫警察 激進的話自己做兄弟 幫他解決掉麻煩 而不是說 東西給你 你自己去解決 這天啊 這很不夠朋友 你懂嗎 所以剛剛沒有 在寧邦的意思 應該是說 寧邦所建議的義友的那個小叮噹 他應該要拿著道具 帶著大雄 在大雄的面前 直接用道具 把胖子給打倒 這是義友的表現 這又不是 他到底要不要把胖子給解決 才是說義友的表現 有正派的做法 也有比較非主流激進的這個做法 非主流激進的做法算義友嗎 非主流激進的做法算義友嗎 也是 但是他兩種都沒做 所以說他不上不下 我的意思 再確定一次你的定義 在你這個非主流激進的定義之下 義友的定義就是打著道具 在大雄的面前 說我有道具 我把胖子給打倒了 這是義友的表現 寧邦確定 如果叛虎是借他道具也不可能解決的問題的話 應該要出手幫他收拾掉 事實上他顯然也沒辦法 先不確定 到底哆啦A夢是不是小叮 哆啦A夢是不是大雄的義友啦 寧邦對於解決霸凌的解釋 相信應該是已經脫離了大家 對於政才應該要去處理的範圍啦 那接下來來去跟你方 不是 你看邏輯 我說毀滅世界 你都已經無所謂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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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 這是什麼 你已經跟你方解釋了 毀滅地球這件事就是不會發生 而且我剛才說 多拉A夢私底下幫他解決 不是說他一定要痛歐胖一頓 那邊好好跟他們解釋 不是 斜加在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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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拉A夢 剛剛說的第二個部分 是從多拉A夢的角度 你不然認為多拉A夢因為想要一直跟大雄太在一起 所以他沒有辦法對大雄太啊 對對對 因為他成長的話他任務圓滿成功 剛剛沒有 你剛剛知道在文本裡面曾經有其中一篇短篇 多拉A夢認為自己照顧大雄照顧的沒有 多拉A夢照顧的好 所以自動警應要交換 想要遠離大雄 對 他還有自知之明 自己承認這個損友 所以我還在想說關鍵 其實 多拉A夢到底是成熟的知道 到底 離開大雄是一個他應該要去自主選擇 還是 像你方所說的 其實他是沒有理智 是溺愛的 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情緒的 長期來說 長期來說是陷於那個兩難 偶爾他靈溪一動 靈光乍現神智親民的時候 他會知道多拉美才算是易友 他只能算損友而已 所以 在您的角度的理解裡面 其實多拉美是比較像易友的 對對對 那 OK 那我們先回來去確定 多拉A夢到底算不算損友 你方用了一個解釋 是因為他 不管是靈光二點 靈光一邊 靈光認為他阻礙了大雄的成長 對對對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他阻礙大雄的成長哪裡嗎 很多方面啊 課業方面 他鼓勵他作弊啊 沒有好好的輔導他這個學習啊 我確定一下 多拉A夢 他有叮嚀大雄要寫作業跟認真念書 這個樣子的共識是沒問題的吧 他說說而已啊 這尖效不差 我可以請問一下 他是在哪一個短篇鼓勵大雄去作弊 很多啊 比如說 記憶吐司 記憶吐司他有記起來 你不能就用道具就說這樣作弊 那整部通通都在作弊 那是打技藥 那是作弊 你不能說我技能 你是靠道具的力量才這個技能 那是假的 那整部戲哪個是真的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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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假的啊 用水有是真的 用道具 每天這樣一個方式成長難道是真的 好 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 那我們接下來回頭討論多拉美 都沒有 在多拉美跟大雄的互動裡面 大雄覺得多拉美照顧得好 多拉美是不是也用道具 對啊 多拉美也用道具的方式 讓大雄在跑步跑一般上的同學 也讓大雄在念書 在考試的時候有比較好的成績 也是用道具 也是假的嗎 也是假的嗎 不是假的 他是用神奇的大聲功發出鼓勵的聲音 讓他激發自信 所以跑步跑得比較賣力 但是... 靜藝土師是禁藥 大雄的用是禁藥 但是... 但是... 那是鼓勵 那不一樣 謝謝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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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